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连串的神迹 对不对 这个人被医好了 那个人被医好了 然后忽然加一个马太被护照了 就那么一句 咔嚓 然后又是下一个神迹 对不对 很有意思 一直到第六 第九章 马太才出场了 作者现身了 然后把他的故事放在两章讲述一字的神迹的故事当中 为什么呢 这一个结构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告诉我们呢 第一呢 让我说 这表明生命的呼召 或者说门徒的呼召 就是这一系列医治的神迹的目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曾经祷告 你感冒了 你祷告 然后神真的医治了你 有人经历过吗 有人经历过生病 然后向主祈求 主医治了你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曾经生患疾病 有身体的苦难 向主祷告 主医治了你 拯救了你 有没有 有的话举下手 有没有 很多 很多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神对你的呼召 还是说神啊 下次再来 这一系列医治的神迹是神要呼召你去收他的庄稼 神要呼召你给你这个门徒的福音 第二 生命的呼召 门徒的呼召 对马太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翻转的神迹 你明白马太的意思 马太认为他的蒙召 一点都不压于他所记载的那些神迹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你的信主就是最大的神迹 你的信主比你后来或者在那个过程中病得医治更奇妙 更不可思议 阿们 所以对马太来讲 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翻转的神迹 他坐在碎关上 做什么 抽钱吗 辛苦的 殷勤的 我相信他也在殷勤的工作 他是有钱人 他是收税的 但是他是税吏 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说 被教会赶出去的人就被看错是什么 他若不听教会 十八章十八节里面 他若不听教会 你们就看他是什么 税吏 你们就看他是马太 你知道吗 马太在他的整个 虽然他有钱 可是他没有 他在以色列当中没有地位 没有道德的地位 没有宗教上的地位 没有社会的地位 没有政治的地位 他是被人瞧不起的 他是油奸 所以他是那个时代 真的是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的人 他宁愿用这些钱去换得别人在人前 对他的尊敬 对吧 可是没有用 没有人 他请客都没有人愿意来吃他的饭 这样的一个人 坐在碎关上 耶稣出现了 说马太来 跟从我 他就起来 请注意 这个地方的起来 在整个 因为马太福音有许多的旧约的 在旧约当中这个词 就是复活的意思 在整个旧约当中讲到人的复活就是起来 他就起来 对他来讲 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神迹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的命运改变了 他的身份改变了 他不用再担心别人不尊敬他 瞧不起他 他不用再担心他这一生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起来 他跟随了主 你们很多人有听过一首很著名的歌叫什么 You raise me up 我想马太那个时候唱的就这首歌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复兴了我 或者你把我高举 实际上按照圣经的用法 就是你使我复活 你使我起来 就是你使我复活 使我可以稳行在高处 也可以使我行走在暴风雨的海面 亲爱的兄姐妹 这就是这段经文 对你的呼召 起来 跟随他 起来 收他的庄稼 有一个牧师说 今天不要说有太多的人没有听到过福音 没有信耶稣 而且他说今天 在全地的教会 当然也包括在中午的教会当中 他说有大量没有听过福音的基督徒 你明白吗 没有听过福音的基督徒 有些人在教会当中聚会了很多年之后 他们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 曾经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他分享说 他在之前的教会当中 从来没有听到过 他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他们的得救 是完全在于上帝白白的恩典 还言之 他们之前没有听到过真正的福音 他会受给您的厨的福音 我只有这么多的人 我可以接受到是 我来的 我来的